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观光局广东众馆处去年整建完成了光布箱马滩公园 不仅是乡门面,也是吉利潭园区的主要入口 而在地部落就建议期盼能够规划一处展售服务的地方 乡公所也正积极向圆明会争取获得了花东基金600多万元的经费 来规划建制展售庭 同时和向代会主席锦明代表现刊后取得了支持的共识 证明后,接手整顿马滩公园的观光局花东众馆处资资2000多万元 整建完成公测、环境设施以及森林景观旨在诱化 2023年也顺利打造成为了台九县一处森林系公园休息站 光复香马滩公园每轮每换是公园,是光复香门面景观 也是临近吉利潭园区主要入口 在地部落以及乡民代表 因此建议期盼能规划一处展售服务设施 提供社区部落进行展售市集活动 带动整个区域的商机 也获得乡公所的支持 积极规划设计向上提报争取 那今年度我们得到花龙基金六百万的经费 我们想说现在希望再一个展售亭 所以地方有兴趣在那边展售 我们地方的农特产品都可以 我们希望那个点可以结合到我们的吉利潭 然后路过人除了休息以外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光复香各项的特产 所以我们正在设计之中 希望今年度可以开始来试营运 虽然变成一个休息也好 然后展售也好 也都是我们所希望的 希望它可以达到我们的想法 去年同步规划争取的乡公所 今年获得上级相关单位的支持协助 获得华东基金六百多万元的经费益助 乡长林清水也会同乡代表会主席廖一军 以及多位代表县地会刊讨论 初步获得共识以展售庭的模式来规划设置 符合公园修气爽景设施的同时 也能够作为农特产品或部落美食 手工一品展售市集之用 乡长林清水表示 若没有问题 希望今年下半年度 马坛公园展售庭能成行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